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台湾的这个教会本身 其实窄又窄 非常窄 好像是活在一个什么ghetto 活在一个什么小的一个区域的里面 非常窄 那么这个是已经过去教会 一直采用的方式来默想神的话语 但是我发现很多弟兄弟们 对这个方式非常的陌生 那这里我必须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里所说的那种lectio divina lectio divina本身在中文 很多时候把它发现是属灵的阅读 默想神话也是属灵的阅读 那么优先的跟大家来了解这个历史 然后再跟大家了解 这种默想方式要怎么被进行 那么优先的必须要了解 这几个拉丁文字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灵域就是来自于那个拉丁文 lectio divina lectio divina本身就是lectio 就是读的意思 那么像在早期教会 他们有这个lecturn 就是那个读经的人要 在一个像一个什么 讲台上读这个圣经 那么颂读之意 lectio这个字 那 divina本身就是指向神圣 Divine Divine 灵性的意思 可以说是神圣阅读 或者属灵的阅读 下面所呈现的是好几种方式 在中文的译本里面 中文的翻译里面所呈现的 把lectio divina 了解成为神圣的阅读 或者是属灵的阅读 或者是有人把它说成是 圣经的灵读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 诵读这个圣言的方式 好几个方式 来呈现这个所谓的 教会非常传统的 默想神话语的方式 那么这个 谈到这个lectio divina的时候 其实它有非常丰富的 这个历史的这个背景 这背景本身 弟兄姐妹可以回溯到 回溯到就是 旧约跟新约的部分 这个不是 不是这些早期教父们 他们教导 弟兄姐妹默想的时候 其实不是他们 图习想法 想出来的 他们是 他们是有根有记的 把这样的一种的 默想方式是 放在 是根据圣经上 所教导的这个部分 那么 这里跟大家理解一下 就是那个什么 圣经上 特别是旧约本身 的那个教导 这旧约本身 我们看到说其实 有一节经文本身 就足够地表达 那个时代本身 对默想的这个看法 在这个 这个生命纪的 三十章的十四节 我没有把这个经文 列在这个上面 大家可以自己来看 生命纪的 三十章的十四节 这里提到说 这话却领你圣经 就在你口中 在你心里 使你可以遵行 那么神的话语 在哪里 在我们嘴巴上 在我们心里面 让我们可以遵行 这个就是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来分析 什么叫做 Lecto Divina Lecto Divina本身 在默想的时候 看到说 包括神的话语 留在我们心里面 包括神的话语 留在我们口中 导致我们可以活出 神的话语 等一下我们跟大家 来做这个理解 那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看到说 有让我们看到说 其实这种的背景 本身是根据 新约的这个教导 像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这边的第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 这边的二十六节 但宝费斯就是 父因我的名所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教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话 那么这里提到 那个宝费斯 那位宝费斯 那么是神所拆来的 就是父因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所以纸被拆 圣灵也被拆 付拆纸 看到说 父因纸的名字 把圣灵拆出来 拆出去 那圣灵要拆你和我 那么 这个圣灵的工作本身 是什么呢 这一告诉我们说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教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话 所以那个什么 圣灵本身 在我们的这个 默想里面 他有非常重要的 角色要扮演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想起 我过去 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所以圣灵很在意 耶稣基督过去 对门徒们 所说的话 所以他要帮助 门徒们想起 当时基督耶稣 对他们 对他们所做的教导 所说的这些话 好 这个是圣灵上 本身所提到的 还有一节经文本身 是来自于 罗马书的 第十五章的第四节 罗马书十五章的 第四节 那也说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 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 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这经文本身很有意思 圣经本身 因圣经所生的忍耐 圣灵话也会产生忍耐 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圣灵话也给我们盼望 所以这些经文本身 成为就是早期教父们 他们所提出来的 这种的默想神话语方式 是根据在这些的 经文的这个里面 那同时 看到说早期教父们本身 就是采用这种 所谓的灵乐的这个方式 像我们刚才提到 耶鲁米是一个 非常早期的一个教父 那么他也教导弟兄姐妹 这种的 这个默想神话语的方式 那么在修道院里面 就来到第五世纪 他们也采用这种的方式 来帮助修士们 来默想神的话语 我们过去跟大家提到 这个圣本堵的会归 那么在会归当中里面的 第四十八章的第一节 告诉我们说 他说 闲散是灵魂的大敌 所以弟兄们 应有一定的时间 从事体力 劳动和什么 阅读圣书 大家如果对圣本堵的这个 教导有所了解 圣本堵的这个修会的精神 就是 Horror Labor 祷告 跟Labor就是工作的意思 Labor的这个意思 Horror就是祷告的意思 那么这个礼拜天我刚好去淡水讲道 那么 家后到之后 那么这个牧师跟一个传道人带我去 这个教会的后面 就是那个圣本堵的修院 那个 因为 这个教会期待 他们可以带着弟兄姐妹 带着这个传道人 到那个圣本堵修会里面 可以有一些的 比较实际的 这个操练 那么圣本堵修院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去 好多年前 我带了学生去那边 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共餐 那个当时也没有冷气 现在每一个环境都有冷气 也包括共餐的这个部分 所以因此就比较喜欢用的是 那个圣星的灵修中心 比如大家有没有去过 圣星灵修中心 你们有机会 可以告诉你的这个什么辅导 你们退休会可以到圣星 这个去那个什么 这个什么 做你们的这个 这个退休会 所以那个什么 这里提到说 圣本堵的那个精神就是什么 要劳动 要好好读神的话语 要祷告 所以在这个圣本堵修会里面 他们的这些修士们 跟这个修女们本身 他们自己要种菜 我听他们讲 种菜 像有一次在德国 我记得 一个很有名的 在兰英河旁边的一个修道院 他们那个修道院本身 自己会做面包 面包本身 很棒的面包 有机的面包 在这个天天都有一大堆人 排着买这个修道士的 所做的面包 那么应该修道士本身 不会放一些 不需要放的东西 在这个面包里面 那么还有一些修道院本 所说亮的这个红酒 或者是白酒 也特别的好 所以那个什么 这一条圣本堵修会 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阅读圣书 默想神的话语 那么谈到这个 这个灵乐的时候 我们就来到这边的 第12世纪 那么特别在这个 12世纪的那个什么 法国的加尔都西会 这个Cartusians 加尔都西会里面 他们所提倡的 就是这个灵乐的 这个部分 那么这里就透过 当所谓一个极客 他的一本书里面 引修者的阶梯 他特别谈到就是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介绍的 那个灵乐的 这个部分 那么其实加尔都 这个西会本身 他们谈到静默 谈到12种的静默 我们上礼拜 没有时间跟他谈 就是他们谈到 静有12种 非常深刻的 来教导 一个人怎么在神面前 安静下来 导致我们可以更多的 聆听神的声音 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怎么说 你借着阅读去找 都要在默想中找到 你借着祈祷去敲门 便要在末关中 给你们开门 那么这里就是 等一下会提到 那个灵乐本身 那个四个部分 这个部分 透过阅读 透过默想 透过祈祷 可以看到说 开门 那个行动的这个部分 敞开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里就明显地 告诉我们 那个四个这个部分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四个部分的 这个部分 那么谈到这个时候 之前我必须要 跟大家来理解一下 就是这里有两种 阅读的方式 就是一种阅读方式 叫做知识系的阅读 一种方式叫做 生命塑造性的阅读 那么在座的朋友们 比较熟悉的是前者 比较陌生的是后者 那么如果我们习惯前者 就很难进入后者 所以我们必须要 常常操练后者 因为前者我们常常操练 可能天天都在操练 这个所谓的 知识性的阅读 那到底知识阅读 本身跟这个 生命塑造阅读 有什么不同 这里有一个表格 帮助大家来区别一下 这两种不同的阅读 那么如果不掌握这个的话 我想我们很难 进入有效的 默想 我们还是用那个 我们过去熟悉的 阅读方式 这个思想的方式 但是我们需要跳开那个方式 进入这种所谓的 生命塑造的阅读 其实大家看这个表 这个表只是帮助我们 来分别一下 那么在这个 知识性的阅读里面 那个主导者就是我 那么比如说 我在这个学校里面研究 那么我读的书本身 是我来主导 那么这个塑造性阅读 本身就是圣灵来主导 圣灵是那个保卉师 要引导我们基督真理 要提醒我们 耶稣基督所说的话 所以在生灵引导之下 来读神的话语 那目的很不一样 目的什么呢 是实际的 很多时候我们做研究 做这种知性的阅读 本身是很实际的 盼望找到一些答案 那么了解一些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所采用的方式 但是塑造性的阅读本身 是心灵的塑造 它是让我们生命更丰富 还有就是速度上也有分别 这个知性阅读本身 速度越快越好 甚至于我在过去 也修过这种的速读的课 在短时间里面 可以大量的阅读 那么但是 生命塑造的阅读本身 是读越慢也好 慢慢读 那么应用本身是 这个知性的阅读本身 应用当然是为了知识 但是塑造性的阅读本身 应用是为了生命的更新 拉近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 那知识 看到说知性阅读本身 没有要求什么知识 可以趴在床上读也可以 但是这个塑造性的阅读本身 有知识来帮助我们 可以集中那个注意力 像我们做的比较直一点 不要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翘这个欧郎腿 那么这个 所以知识有帮助 那么当然这次我们学习 本身没有谈到 知识的部分 其实那个生意上 光谈祷告 就有好多不同的知识 生意上讲的 耶稣就在 可惜马年祷告的时候 他整个人趴在地上 就有些没 趴在地上祷告 那个 那个 知识本身有他的一个 一种生命表 他的意义在里面 那么知识阅读本身的 这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没有责任 你有这个 读了这个 你不需要负太多什么责任 那么这个 生命塑造阅读本身就是 责任是愿意 开放 让神来带领你 好 这个是一个表格的 那后面还有一个表格本身 其实那个什么 跟上面的表格 有点重复 但是是 要强化大家对这两种阅读的 这个区别的理解 那我们快地跟大家来 走一下 知识阅读本身是 为了知识 所以读越多越好 越快越好 那像在中国 我们知道说 其实他们那个 一天要求弟兄姐妹 读二十章 三十章的这个经文 那么这个是一种阅读方式 但是这个塑造性阅读本身是 读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如果每一个字 都是来自于神的口 神的付出的话 我们不能漏掉一个字 连一个字都不能漏掉 那么很多时候 我们快速地读 很多东西都漏掉了 那么知识阅读本身是 直线式的阅读 什么意思呢 从第一章 进到第二章 到第三章 到这个书的结尾 是直线式阅读 是从搬动书签的阅读的方式 很多教会本身 为了鼓励弟兄姐妹 读经就每一年在开始 几乎每一个教会都做这个事情 就告诉弟兄姐妹 我们今年开始 我们这个年初的时候开始 我们从创世纪开始读 那么读完乃卷书 就给他这个礼卷 去吃这个什么 吃这个什么 这个天堂什么 这个什么 想吃天堂 所以那个什么 所以这个神话吃饱了 这个肉体的 这个也可以吃饱 满足的肉体的需要 那么所以那个什么 教会本身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做法 会把那个礼拜所需要读的经文列出来 列出来 在美国有些教会非常有钱 告诉一些年轻人 你把这个圣经读完 就送你一个iPad 送你一个吉安特的脚踏车 那么 所以它是一种直线式的阅读 但是生命塑造性的阅读本身是焦点放在深度 不是只是大略的了解 深度 那么 那个知识阅读本身是掌控那个文本 你可以用这个文本 那么这个塑造性阅读本身是让文本来控制读者 弟兄姐妹那个方向是不一样的 一般的知识是你要去摄取知识 使用这个知识 控制这个知识的内容 但是生命塑造的阅读本身是 圣经要来控制你 圣经要来挑战你 所以那个什么 圣经的价值观要来指引你的价值观 所以那个文本来控制那个读者 那么 知识阅读本身是文本是对象 是你生命之外的那个object 那个对象 但是那个 生命塑造的阅读本身是 读者是学生 文本是老师 神的话语是老师 我读的人就是受教育 神的话语的这个部分 那知识阅读本身是分析的 批判的 同时评断的 那么相对的就是 生命塑造阅读本身是什么呢 愿意以爱来面对文本 你不是批判他 如果 Edule常用这个例子说 圣经是神的情书 给我们的情书 那么当然 你跟这个书的互动方式是很不同的 那个互动方式本身是有感觉的 有温度的 不像那个知识阅读本身 纯粹是非常 这个什么冷漠的一种分析 跟批判的方式 最后就是 很多人读书本身是为了要解决问题 比如说你想买房子 或者投资股票 你可以到这个什么 陈炳买一本书 教你怎么投资股票 怎么买房子 卖房子 买房子都有 那么但是这个 生命疏导性的阅读本身是 对奥秘来 看 开放 那这个字奥秘什么意思 这个字 我们比较少 使用这个字奥秘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 神是那位会说话的神 但是我们相信 圣经本身 是神 给我们的 他的话语 但圣经本身 没有包括 所有 神是谁的内容 所以有好多是 奥秘的这个部分 听懂吗 所以因此看到说 其实 神启示 大概他只有 让我们看到他大腿而已 他其他部分看不到 所以有好多地方 我们不认识 不认识 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有好多地方 我们不认识 所以我们是对这个 奥秘来开放 好 很快地就来跟大家来 进一步了解 这两种阅读的方式 那么 再次跟大家了解 动机塑造我们的方法 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 就影响到 我们的方法是什么 所以如果每天读 这个活泼的生命 那么那个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对这件书 有知识吗 还是为了要亲近神 如果为了亲近神 我们的这个读经方式 应该有一些不同的 这种进入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 那第二看到说 其实经文的意思 和个人的意义 那么其实生命阅读本身 会看到说 其实神的话语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说话 神话语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都可以提出答案来 所以我们不只是留在 对经文的分析 对经文的意思的了解 更重要的是 跟我们生命个人 有直接的意思 很多时候我们听得到 我们对这经文 有某一些的新认识 但是它对我们个人本身 没办法产生的改变动作 所以这种生命塑造预留本身 是对我们这个人 可以产生一种生命改变 好 第三就是平衡 从脂头脑开始 然后移动到塑造 新的这个部分 所以因此 这种生命塑造预留本身 不只是留在头脑上 但是进到我们心里面 改变我们的这个生命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跟大家来看 这一所说的这个 灵乐的几个部分 还没有谈这个部分之前 容许我再多说一点 就其实 当我们信耶稣那一天 弟兄姐妹 我们就成为了一位读者 读者 所以我们一受洗的时候 这个牧师会长老 就会把一本圣经给我们 不是吗 那么我们从牧师长老手中 拿到这个圣经的时候 目的什么 就是我们要开始读 神的话语 那么神的话语本身非常丰富 有69件书 那么 所以因此 每一个基督徒本身 当他信耶稣的时候 他就成为一位读者 那么 但是你和我 有圣经在我们手上 不代表 我们懂得阅读他 就如同一个人 一个年轻人 他父母亲买一部汽车给他 叫他去开 他没有学过他开汽车 叫他去开 所以他对读经不了解 就如同他不会开汽车 可能他上路的时候 可能会撞到别人 所以因此看到说 如何读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有圣经在我们手上 不代表我们懂得怎么读 神的话语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来理解 怎么读 第三就是正确的阅读 就是说我们应该带着一个 正确的方式来读神的话语 最后就是谈到 我们就跟大家要介绍 那个属灵的阅读的这一个部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大家 来了解属灵阅读的这一块 那么这个属灵阅读 这个属灵本身不再讲那个内容 是讲那个什么 那个方式 用这个属灵的方式来阅读 这个属灵方式讲的抽象 是什么呢 就是聆听 这里的那个灵是这样 聆听圣灵 一边读一边聆听神 对我们所说的话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